東西吃了沒 吃什麼好東西 好,我們今天要做的料理是 全世界各國都喜歡的東西 那是什麼呢 請看 麵是中國北方的主食 麵條要好吃 可不是只要會料理就好 從製作過程 就得開始斤斤計較 要使用什麼麵粉 麵糰該怎麼揉 到最後變成麵條成盤上桌 可都馬虎不得 接下來就要換東西大廚 大顯身手 對 主題就是麵條 麵條是全世界任何人都喜歡吃的 我們今天的規則很簡單 我們是新的應觀眾要求 因為很多的觀眾跟我們講說 Yes 我們聽到了 所以今天最嚴格的 要賭上你們的廚藝 東方好還是西方禮韓 我們要挑選各兩位 各做出地方特色的麵種 好 現在中廚 討論30秒 請開始 六位中廚經過熱烈討論之後 決定派出 川菜的翁茂安師傅 與京東廣東料理的李德全師傅 來挑戰今天的麵食主題料理 一樣的時間30秒鐘 西方請討論 來…我問你們 你們會做麵嗎 好 你們會做麵嗎 好 他們都不會了 七廚經過一番言語不通的討論後 決定要用剪刀石頭布 來決定是哪兩位廚師下來做菜 最後決選勝出的是 日本廚師騙平力 與白俄羅斯的瑞斯奇 而東西方料理大對決 規則非常簡單 東方與西方各派出兩位廚師 進行本日的麵食主題 四位主廚各出一道菜色 給現場來自不同國家的食客團試吃 哪一組的票數最多則獲勝 你做的是神永海軍麵 對 好 我跟你們說 台灣人 我不知道 我們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意大利麵 有差不多六百多個 不一樣的 六百多種 今天我跟你們說有七個OK 給你們分享 這個的 這叫什麼 這個 叫寬麵 很好的用白色的醬 白色醬 對 這個是意大利的麵 細麵 可以用紅的醬 可以番茄醬 可以肉絞醬 OK 這個用沙拉 沙拉 對 我們都叫做什麼螺旋麵 螺旋麵 這個小朋友很喜歡吃 OK 螺旋麵 我的阿洛斯的海鯨麵 我用巴尼麵 OK 有 有 有 好 所以它應該也是比較浓的 對不對 比較濃的 醬汁這樣子 而且聽說它這個海軍 生用海軍麵 算是你們的肉燥是不是 對 烏羅斯有肉燥 以前的時候 差不多1940或1950 有 OK 對 世界大戰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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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罐頭 對 然後煮麵 夾肉 夾荷拉 他們吃很快 這個的東西 可以煮很快 因為你要吃多一點點 我可以幫你五分鐘夾荷拉 才一個 那這裡我用黑胡椒 黑胡椒 黑胡椒 好 好 海軍 海軍 對 下黑胡椒 然後要油嗎 不用油 不用 不用 乾多 一般OK 台灣的天氣水太多 所以我要用烤一點點 他是說我們水氣太多太乾 他說這個算老的 所以他要把它弄乾一點點 黑胡椒把它弄乾 這樣會比較香 好 橄欖油 所以煮義大利麵都要加點鹽巴 你試看看有沒有鹽 有沒有鹽 記得有一個Tips 煮麵 對 OK 再一個 再一個Tips 可以煮麵 現在要做他肉招 是 鮮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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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這天都敢問他做什麼 沒有 他只加他鮮乾而已 他只加他鮮乾而已 你們分工合作還不錯 對 滿好的 要把他鮮鮮鮮 在搜救將軍 有 他在 對 你是知道的 真的 贏我中贏了 瑞斯琪的Petball新奇又有趣 廣告後回來告訴你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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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